嗨,大家好,我是卓 好久不見 大家有聽過送肉粽這個台灣民間習俗嗎? 老實講,我是台灣人嘛,大家都知道 但是我是一直到這一兩年才有聽過送肉粽這個東西 在剛開始聽到的時候,我完全鼓沙沙想說 欸,端母姐還沒到就要包粽子了 結果當我深入了解之後,我才發現 原來這個肉粽跟我想像中的肉粽完全不一樣 甚至可以說有點邪門可怕 送肉粽其實是一種除煞儀式 大多是發生在彰化沿海一帶 像是彰化市、鹿港、福星、河美等鄉鎮 那這邊會用送肉粽代表這個商葬習俗 其實是跟肉粽的長相有關 大家看一下我們平常吃的肉粽 一根繩子吊起一個肉粽 大家有沒有感覺跟上吊死者的模樣很像 因此,送肉粽其實是指送走上吊王者的靈魂 怨氣或者是煞氣 住在彰化一帶沿海的居民他們普遍認為 會選擇用上吊來結束自己生命的人 他們的怨氣一定都非常重 那也因為怨氣重的關係 他們沒有辦法去投胎 因此這些王者在死後就會一而再再而三來去抓交替 以求自己可以超度轉世 而傳說中 往生者斷氣後他們的靈魂、怨氣、煞氣 會殘留在上吊的繩索上 所以Solo中的儀式就是要藉由反彙 將冤魂的相關物品送到海邊或者是河流的出海口燒掉 以藉此將亡靈送出海 達到驅邪除煞的效果 以免有人會因為上吊王者遺留下來的怨氣 而遭殃或顧上絕路 講到這裡大家也感覺的出來 宋若仲這個儀式本身是比較硬的 那也因為它是除煞儀式的關係 所以在活動舉行前 廟宇或商家會通知當地居民活動的路線與時間 並於活動開始時 在各個路口前設立相關路障 以免有居民誤闖儀式路線 那這個儀式在舉行時 通常各家各戶都會緊閉門窗 就連儀式會路過的店家都會提早打烊休息 並在門窗上貼上符令 以免衝殺 另外Solo中這個儀式在舉行時 是有非常非常多禁忌的 如果你在路上一不小心碰到 或是參加Solo中儀式時 你一定要謹遵這些禁忌 以免惹禍上身 第一個 不能脫隊 如果今天你參加了Solo中儀式 你在跟著隊伍遊走時 你千萬要跟緊隊伍 不要落單 否則你很有可能 會一不小心找鬼魂纏住 第二個 沿路的居民 不能開門窗 Solo中隊伍經過時 住在周圍的住戶 店家 千萬不可以開啟你們家的門窗 因為如果你打開門窗的話 煞氣或鬼魂 就非常有可能趁虛而入 進入你家 那麼之後 你就很有可能會遭遇不幸的事 第三個 切勿直呼他人全民 這個大忌大家都應該很熟悉 因為一旦你直呼別人的名字 或者你的名字被別人直呼了 那麼鬼魂就很有可能因為知道你的姓名 而纏上來 第四個 回城途中 禁止說話 今天當一切的儀式都完成時 你在回城的路上 千萬不要因為鬆一口氣而左顧右盼 或者跟其他人說話聊天 因為你很有可能 因為講錯話的關係 讓原本已經送出海的鬼魂 又俠願回暗報復 第五個也是最重要的一個 千萬不要和送肉中的隊伍 正面相遇到 因為這是一件非常不吉利的事情 但是如果今天你真的不小心遇到了 依照遇到狀況的不同 你可以有不同的解決方法 如果你只是在遠處觀看到 你可以快點側身面向民宅回避 並且千萬不要直視儀式隊伍 但是如果你真的回避不了 也已經跟隊伍正面相遇了 那麼你就需要跟著隊伍走完全程 一起送王者一程 等儀式完全結束後 再去廟宇求取護身符 保平安 好 說了那麼多禁忌 一定會有很多人很好奇 如果我不遵守我會怎麼樣 真的有像你所說的那麼邪門恐怖嗎 那以下我就在網路上找了兩則有關的靈異故事 來跟大家分享 大家在看完這些故事後就可以知道 有多麼恐怖了 這個故事是一名遊客到鹿港遊玩時 巧遇送肉粽一世的故事 但是因為這個故事年代久遠 所以作者和年份都不可考了 因此這個故事到底是不是真的 我不確定 大家可以當作一個都市傳說來看 那以下我會稱這名遊客為A先生 故事是這樣的 在某一年12月份時 A先生和他的朋友原本約好了 要一起去鹿港玩 但是在出遊前一刻 他朋友因為天氣不佳的關係 突然爽他的約 原本的鹿港雙人行 突然的就變成鹿港單人遊 但是這名A先生並沒有因為朋友的爽約 而放棄這次旅遊 他依然興致匆匆的獨自一人踏上火車 出發去鹿港 那這趟旅遊他也玩得很愉快 看到了很多古蹟風光 一直到將近晚飯時間 A先生還玩得停不下來 當時在吃飯前 A先生就想著 鹿港來都來了 感覺還是要多看一點東西 不然下次來鹿港也不知道什麼時候了 於是A先生就在吃晚餐前 前往鹿港的一個獨有特色景 叫半邊景 想要一睹鹿港著名景點的風光 可是很奇怪的是 A先生在前往半邊景的路上 他發現街道上一個人也沒有 明明是著名的景點 但是卻看不到一個遊客 看到這樣的情況 A先生突然失落了起來 他開始覺得自己有點孤單 覺得自己真的是有病 天氣這麼差又在下雨 只有像他一樣那麼乳的人 才會一個人來旅遊 想到這裡 A先生更落寞了 一整天玩下來被雨淋濕了他 又冷又餓 就直接蹲在身旁的棋樓下躲雨 看起來狼狈不堪 結果躲著躲著 他才發現奇怪了 他所在的這條街 不止一個遊客都沒有 更詭異的是 家家戶戶的門窗 都關的緊緊的 也沒有任何一個店家 有要飲業的意思 全都公休了 看到這樣的景象 A先生第一個想法就是 什麼鬼是有鬼城了 路搞沒落了 怎麼會沒有店家飲業啊 可是他另外一方面又覺得說 不對 因為他蹲下來的地方 是一戶人家的門前 而且那戶人家門前 還擺著小板凳和紋箱 重點是 那個紋箱 感覺還剛點上沒多久 所以在不久前 這條路上 應該還是有人機的 怎麼會在一夕之間 整條街上 一個人影都沒有呢 太詭異了 想到這裡 A先生的耳邊 突然傳來一陣一陣 咚咚聲的聲響 聽到這樣的聲響 A先生鬆了一口氣 唉 原來這裡還是有人的 剛剛還以為自己 來到什麼鬼地方 於是A先生 就順著聲響的方向看 結果他還沒看到聲響的來源 他先看到了一個白色的影子 向自己飛奔過來 正當他想要看清楚 這個影子到底是什麼東西時 他又突然聽到了旁邊住家 鐵門拉開的聲音 這聲鐵門聲 直接轉移了A先生全部的注意 他沒有再去管 剛剛看到的白色影子 他整個人直叮叮的盯著鐵門看 鐵門一拉開 衝出來的是有點年紀的老伯 後面緊跟著的是老伯的妻子 老伯把鐵門拉開後 就對著他後面的老婆碎碎念說 就跟你說要早點收你就不聽 等等遇到了你就倒霉了 說著說著因為沒看前面路的關係 那位老伯就不小心撞到了 蹲在地上的A先生 這一撞其實不打緊 奇怪的是老伯和老伯的老伯 卻有點嚇到了一樣 看著A先生質問你是誰 接著還沒等A先生回覆 老伯就一把將A先生拉進了屋內 並手腳俐落地 將放在其他小板凳的蚊箱 收進了家門 緊接著老伯就一個轉身 毫無猶豫地將鐵門直直拉下 被拉進屋內的A先生一臉茫然 他完全不知道怎麼一回事 此時他也發現在屋內 還有一群跟他一樣看起來是遊客的人 而且那群遊客 各個臉色發白 好像被什麼東西嚇到一樣 A先生頓時覺得很奇怪 但正當他要發問時 鐵門外卻傳來一陣一陣哭泣的聲音 那一陣哭泣聲的背後 還伴隨著他剛剛在騎樓聽到的咚咚聲 就好像在舉辦什麼喪事或是儀式一樣 而且難熬的是 那個聲音讓人感覺到既悲痛 又很毛骨悚然 讓人背脊發涼 聽到這樣的聲響 屋內的氣氛更加凝重了 A先生感覺整間屋子的空氣 就好像凝結了一樣 沒有任何一個人敢發出一個聲響 眾人就這樣聽著門外的低鳴聲 聽著持續有兩分鐘吧 一直等到聲音逐漸遠去 遠到幾乎聽不到聲音時 大家才敢有所動作 而此時的A先生也終於才敢發問 A先生腿軟的問著將他拉進屋兒老伯 請請問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啊 老伯回答他 我拉你是為了要救你 我們鹿港有一個習俗 鹿港鎮內如果有人上吊自殺 廟裡會通知大家 並擇日舉辦儀式 將亡魂從他出事的地點 趕到鹿港的海邊 避免他出來害人 儀式舉辦的時間 我們不能出門 要躲在家裡 以免衝刀殺 年輕人 你剛好誤闖儀式了 如果我不拉你 你會出事了 聽到這裡 A先生冒了一堆冷汗 所以他剛剛在騎樓看到的白影 不就其實不是人 其實老伯口中 要被趕到海邊的亡魂嗎 那麼他不就差點 真的變成亡魂的替死鬼了嗎 想到這裡 A先生下了全身戰鬥 說不出任何話 一直等到整個送路中的儀式都結束後 A先生才勉強回過神 回過神後的A先生完全坐不住 他只有一個想法 我要離開這裡 我要回家 於是他在跟老婆道別後 就趕緊跟著一同跟他 躲在老婆屋內的其他遊客 回到了彰化火車站 並搭上火車回到了自己的家 在經過這件事情以後 A先生時時刻都在想著 如果當初老婆的鐵門沒有拉開 如果當初那道白色的椅子 真的衝到自己的面前的話 他現在還會活著嗎 第二個故事是我最近在新聞上看到的一則故事 這個故事真的超級可怕 可怕到我現在想到 我都還會全身發毛的可怕 這則故事的主角 是一名住在彰化的男高生 那大家也知道 男生在高中這個階段 通常都是很皮很皮的 不只很皮 大部分還鐵齒的要命 不太會去相信那些怪力亂神 亂七八糟的東西 然而這名男高生沒有想到的是 他這個與同年紀男生相仿的性格 竟然會讓他付出慘痛的代價 故事是這樣的 有一天這名男高生住家的附近 有人因為想不開的關係 所以利用了上吊的方式 來結束自己的生命 那正如同我一開始所說的 按照彰化的習俗 只要有人上吊自殺 不免俗的就會請法師 並舉辦宋羅宗的儀式 在儀式開始的前幾天 當地的廟宇也按照慣例 提前通知當地的居民 儀式的動線及時間 希望居民可以互相配合 以免宋羅宗失敗 又或者有居民因此衝刀殺 很快的 儀式那天到來了 那天各家各戶的居民 也都按照習俗 早早回到家 緊閉門窗 避免出門煞到 而這名男高生的家 當然也是如此 沒有人敢誤才習俗禁忌 生怕會有憾事發生 然而就在那天 這名男高生不知道為什麼 可能是因為鐵齒 也有可能是因為頑皮 想要猜猜看禁忌底線 聽著外面宋羅宗聲響的他 突然萌生了一個大膽的想法 我不出去應該就沒事了吧 緊接著他就拉開他房間裡的窗簾和窗戶 想要一探究竟 想要知道這個松若宗的儀式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真的有這麼邪門嗎 而就在這名男高生 把窗戶打開的那一瞬間 一道冷風突然的吹了進來 這道冷風吹得又猛又韻 直接吹了這名男高生 起了一身雞皮疙瘩 但是此時的男高生 並沒有把這道冷風當一回事 只是覺得說 喔就是起風了 完全沒有多想 可是事情就來了嘛 這道冷風根本不像男高生所想的 不是一回事 它是一回事 而且是很邪門的一回事 因為其實在男高生打開窗戶 冷風吹進屋子的那一剎那 男高生就已經被煞到了 只是此時的男高生 他也不自知而已 而從那一天開始 晚上睡覺時 這名男高生 就會不間斷的做奇怪的夢 而且那個夢境非常的昏暗 夢境中的他 會一直不斷的練習符和綁繩子 如何打神結 如何上吊 當他第一天夢到這個夢境時 男高生雖然覺得很詭異 但是他並沒有多想 只覺得說昨天有舉辦送肉粽儀式 所以可能是日有所思夜有所夢 亂亂夢而已 一直到這個夢境 連續了一個禮拜 他才驚覺事情不對勁 事情不單純 他才趕緊把這件事情跟自己的媽媽說 但很可惜的是 他媽媽一聽完他講的話以後 只覺得說自己的兒子在頑皮亂講話 並沒有把他兒子講的話當一回事 然而就在兩天後 也就是送肉粽儀式後的第九天半夜 突然的 男高生的房間 響起了一聲巨響 聽到這一聲巨響 男高生的父母 嚇得從床上跳起來 趕緊想去男高生房間裡查看 到底是發生了什麼事 但沒想到的是 男高生的房間 怎麼打也打不開 平常沒有鎖門習慣的男高生 在那天竟然把房門鎖了起來 看到這樣的情形 男高生的父母緊急在家中尋找備用鑰匙 在找到鑰匙後 他們立馬慌忙的將男高生的房門打開 結果他們沒想到的是 打開房門後眼前的一幕 讓他們整個輩子 忘也忘不了 那一名男高生的脖子正套著繩索 在房間搖搖晃晃 沒錯 男高生上吊自殺了 看到這樣的一幕 這對父母立刻衝向前 將男高生從繩索上解了下來 好險的是 這對男高生的父母趕來得很及時 被放下來後的男高生 並無大礙 沒有自殺成功 只是整個臉看起來很恍惚 好像有點神智不清這樣 那等男高生稍微有點清醒 可以說話時 男高生的父母馬上按捺不住他們的情緒 問了男高生 你到底怎麼了 你為什麼要做這樣的事情 你還好嗎 聽到自己父母擔心的聲音 男高生顫抖地說 我不知道 我真的什麼也不知道 我只知道我要去買繩子 後來我又在我耳邊聽到有人跟我說 時間到了 這次換你了 接下來發生的事情 我什麼也不知道 聽到男高生的回答 他的媽媽忍不住大哭了起來 男高生的媽媽自責地認為 都是因為自己前兩天 沒相信自己兒子說的話造成的 都是因為自己沒發現自己兒子不對勁 才會讓事情變得這麼嚴重 那後來這對父母也馬上請了老師 來處理這件事情 希望事情可以圓滿落幕 也希望自己兒子可以好好的 那根據老師的說法 男高生在宋洛宗當天 其實就直接被殺到了 所以才會發生後續這麼多危險的事情 但好險的是 男高生的父母有及時的發現 並救了他們的兒子 否則他們非常有可能 永遠失去他們的小孩 好 以上的兩則故事都分享完了 但當然除了我分享的故事以外 關於宋洛宗的靈異傳聞 還有很多 像是我之前在其他報道上有看過 曾經有個人的朋友 因為不懂事也不信邪 覺得宋洛宗這個儀式很好玩 所以為了湊熱鬧 故意去踩儀式的禁忌 堅持不迴避儀式 結果隔天直接出車禍死掉 還有新聞說彰化的和美 在2009年時 曾經發生過因為宋洛宗失敗 所以在短短的36天 5人上吊輕聲 是不是很邪門 超級可怕的 但我相信在聽完我今天的故事以後 應該不太會有人再去 踩宋洛宗以示的禁忌了吧 寧可信其有好不好 好啦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啦 希望你們會喜歡我今天的分享 我們下次見 掰掰